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尼克拉斯凱吉再次擔當詭譎角色的時候 你會不會進戲院觀賞 了解他將展現出怎樣的獨特魅力呢? 還有我是嘉義 不只分享戈雷電影 更希望提供給大家再多一點的觀音感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長腿 究竟講述一位FBI探員在吊場一撞案件的時候 發現受害者家裡都有一個共通點 女兒的生日都是14號 隨著調查不斷展開更多複雜的人事物出現 女主為了避免憾事再次發生 必須努力克服心理障礙 將兇手繩之以法 今年上映的恐怖片可以說奪到嚇人 從今年首部的IMS鬼片《鬼生氣》 再到近期的破幕 佔據了戲院不少場次 但一部特別的電影突然出現在你我眼前 她就是長腿 有著妮可拉斯凱吉的加持 並在北美有著不錯的好評 於是嘉義決定進戲院 看看電影所想傳遞的內容究竟為何 首先來到劇情吧 女主理是位FBI探員 在工作上她總有股莫名的直覺 能夠馬上發現案件的兇手究竟住在哪裡 沒想到第一天上工的她 卻遇上同事被犯人搶擊的瞬間 心情大受打擊的她 打了通電話給老家的母親 想要舒緩內心的不是 但是當她慢慢深入案情 發現自己過去好像見過這個兇手長腿 在一張照片下 她果然拍下了長腿的真面目 於是將她逮捕歸案 沒想到對方金庸頭猛力的撞擊桌子 不到一分鐘便倒在桌子上面過世 原以為事情就此結束 但是長腿其實有個共犯 她就是女主的母親 原來女主以前遇上了長腿 原本她即將受到長腿的詛咒 是母親幫她求勞成為她的幫兇 才換得女主能夠順利的長大 最後女主把母親親手處理掉 希望在犧牲自己的母親之後 這個世界能夠換得一片的安寧 首先嘉義對於恐怖片可以說又愛又恨 愛的是她詭證的氣氛與設計 恨的是各種的突發驚嚇 每當她出現的時候 總是會讓心臟露了好幾拍 可是長腿最大的不同 是她沒有使用過多的驚嚇點 反倒透過自身金星營造的詭譎氣氛 讓觀眾們心驚膽戰 生怕一個不小心 某個身影就會出現在主角的後頭 給她致命一擊 在沉浸式的體驗之下 能夠提供給觀眾們極佳的觀音感受 再來便是電影的各種拍攝了 能夠達到驚悚氛圍的狀況 無論是鏡位、構圖 或是演員間的演出方式 都為電影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有股下一秒鐘就會發生什麼事的錯覺 即便只是細微的聲響 都能夠帶給觀眾們 內心極大的壓迫感 當然角色的詮釋也非常的重要 在妮可拉斯凱吉 與瑪加夢露的合作之下 讓長腿有著滿滿的詭異感 真的讓人一刻都無法放鬆 接著嘉義強來聊聊免費這個點了 電影裡面每個家庭之所以分崩離析 正是因為他們接收了 陌生人給予的免費禮物 讓一家人陷入了某種詛咒中 還是傻傻坐在神伺自己的模型旁 父親則拿起家中的利器 親手送家人送上西天 再自我解決 這也很值得你我思索 免費這個詞非常的誘人 可他背後或許藏著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像鬼家人路上的紅包 或是在知名的商圈 陌生人在路上說免費送你體驗 你以為撿到便宜 事實上是你中獎了 成為別人手下的傀儡 想逃還真的逃不了 在看完電影之後 在面對各種的免費時 你會不會更加的小心 確認對方的意圖為何呢 最後電影留下大量的空白 讓觀眾們自行想像 比方說在人偶裡的詭異球體 究竟裡頭有著什麼樣的邪念 才有辦法控制家人痛下毒手 讓長腿實現他的目標 到底電影走的是超自然 還是非超自然 其實都有其說法在 你的各種看法與認知 都是長腿成為今年最特別的 獨立寫點電影 總結長腿是不必看的電影 當你對近幾年的恐怖片呈現方式 感到厭煩時 長腿的出現 彷彿為恐怖片帶來全新的風貌 他盡量不採用突發驚嚇 反而是透過循序漸進的劇情 讓觀眾們一步步進入其中 成為長腿的下個目標 如果今年你還沒看過一部 讓你心滿意足的恐怖片 長腿值得你一看喔 我是嘉義 我們下部影片見